朋友们大家好 10万块钱买车 配置应该怎样选 如果放在5年前啊 尤其是买盒子车 那配置就不用选了 一个车型比一个车型的配置低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国产车的配置高 盒子车的配置也高了 所以现在10万块钱买车 以下这6种配置 最好都选上 一个比一个实用 第一个配置就是台牙检测系统 经常开车的老司机都知道 如果咱们的车辆前轮煤气 你行驶起来可能方向盘变重 或者跑起来车辆跑偏 那你就能及时发现 车主朋友是很难发现的 开不出什么感觉 甚至有些朋友 还被这个别的司机给提醒过 后轮煤气了 像这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 轮胎的气楼没了 跑得几率眼 轻则轮胎报废 如果更严重的话 可能车速突然过快的时候 这个方向失控 这个时候呢 就发生一点事故 比较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车上带一套 这个胎压检测装置 那就太实用了 可以及时发现 轮胎气压的问题 及时去做处理 以前这种胎压检测装置 很多都是 20万座的车子才有的 但现在很多 10万块钱的车子都有 第二个比较实用的配置 就是更高级别的 大灯灯组 像自动大灯 LED大灯 还有这个日间行车灯 自动大灯就不用讲了 这个呢 咱们开到自动档位 不管是傍晚的时候 还是过隧道的时候 只要环境的亮度 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会自动点亮 大家就不会忘记 开启大灯 影响行车安全 然后呢 这个日间行车灯 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主要就是 咱们行驶的时候 白天让别的车子 更容易发现我们 这样可以大的降低的 这个车辆的试误率 然后第三个 就是这个LED大灯灯组 LED大灯呢 在以前都是很多 高级别的车子才有的 很多20多万 甚至30万以上的车子 才有这种标配 但是现在很多 10万块钱的车子 都是LED大灯 你像雪佛兰旗下的 5-6万块钱的克鲁泽都有 这个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 经常开惯了 这种LED大灯车型的朋友 如果你突然开 这个鲁素大灯 你会发现 这个在晚上行车的时候 大灯就像萤火虫一样 基本上你都看不清 这个路面 所以有一套LED大灯 咱们夜晚行车的时候 就会更加安全 第三个配置 就是L2的辅助驾驶系统 比如盲区检测 车道保持 车道偏离预警 还有这个车距预警 这些配置在以前 都是大几十万的车子 才有的配置 咱们10万块钱的车子 你想都不敢想 但现在很多国产车 10万块钱左右 都是标配 甚至你像丰田 都是比较抠门的车企 现在卡罗拉 全系都是标配 这个系统 在咱们跑长途高速的时候 是非常实用的 人开长途 开的时间久了 就容易犯困 车辆可能便宜车道 这时间这个系统 就会提醒你 甚至自动修正车道 而且还能保持 与前车的距离 包括你变得的时候 后方来车都有提醒 所以对咱们的 长途行驶的行车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配置 就是无钥匙进入 还有一键启动 这个配置 基本上在10万块钱的 国产车 那都属于标配 但现在有些合资车 它还不带这个功能 这种配置 你要使用起来 就知道有多方便 走到车跟前 只需要按下门把手 甚至有些是感应式的 走到车跟前 车门自动解锁 上车一键启动 打火就走 非常的便利 有些车子 没有这种配置 可能走到车跟前 还要找一通钥匙 才去开车门 有些甚至坐到车上了以后 需要用机械钥匙去打火 这个时间再去口袋里 翻这个车钥匙 就非常不方便 这个配置用久了 你再去开那些 机械钥匙的车子 就感觉非常非常麻烦 第五个配置 就是360度的 倒车环境影像 这个配置 对于新手车主来讲 实在是太友好的 现在这个配置 很多在10万块钱的 国产车上 基本上都是标配 但有些合资车 它还没有 甚至有些合资车 连普通版的倒车影像 它都不带 那如果有了 这个360的倒车影像 我们对于新手来讲 倒车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方便 这个有些摄像头清晰的 这个车辆周围的 所有环境 一览无语 没有任何死角 所以你不管是普通的倒车 还是倒车入库 就显得非常轻松 不需要呢 像有些车主 把这个头伸出去 看看后面的情况 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 单看后视镜的话 在车辆的正中间 尤其是后方这个位置 还是一定死角的 有些低矮的这个障碍物 你还是发现不了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刮蹭 但这个配置 在很多日益车上 基本上你都见不到 比如说10万块钱的车子 连20万左右的雅阁开美瑞 低配的 它都不带倒车影响 第六个配置 就是后视镜加热功能 这个功能也是比较实用的 在雨天行车 后视镜挂麦水珠 打开这个加热功能以后 你这个后视镜非常干燥 非常清晰 就可以有效的观察 后方来车情况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配置 甚至有些朋友们 等红利灯什么 趁着这个红利灯间歇 把这个玻璃摇下来 用个纸巾擦一擦后视镜 就非常不方便 这个配置在现在很多 10万块钱的国产车当中 它都是标配 但这个配置 很多车主 他很难发现有这个配置 因为它没有单独的开关 好多它的开关 都是和后窗加热的按钮 集中在一起的 你需要去看配置表 如果有的话 你打开后窗加热 后视镜就会跟着加热 这个功能就起作用了 以上这几种配置 大部分对我们日常的行车安全 都是非常有保证的 而且确实也比较实用 很多配置 国产车10万块钱 基本上都带 但有些合资品牌 只有一些部分配置 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 不要觉得10万块钱的车子 现在这个配置还是很低 其实很多都属于标配了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配置表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个收藏点个赞 以后买车的时候 做个参考 感谢朋友的观看 请关注小汉 再见